嗨 刚刚这个叫做sr酸锁器 其实叫srbar酸锁器 因为它是nand nand杂的话会是用bar的形式输入 如果是all杂的话就变成真正的sr 但是我们之所以用这个是因为后面还留有伏笔 为什么要先用这种有bar的 因为我们还会把它转过来 什么叫转过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 跟酸锁器不一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叫做杂集延迟的电路 那这种电路我们后面会拿来做脉冲整测 那这个东西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人数位逻辑里面没教过 所以这边必须要重新来一下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杂集延迟 这里有一个网址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他说OK 其实所有的电路 你数位逻辑里面那种理想的方波是不存在 对吧 不可能有一个东西它在同一个点突然之间从0升到1 然后都不需要时间的 这种在就是这种东西在世界上根本就是不存在 所有的波都有一个上升源 有一个下降源 而且往往都是曲线 曲线的上升曲线的下降 那我们这边用直线来看的话 其实是一种也是过度理想性的描述 但是意思表达已经够了 它上升源需要一段时间 下降源也需要一段时间 那这种上升下降需要的时间就称为延迟 延迟 那这种延迟呢 看起来是坏事 因为没有办法像方波那么理想 可是呢 你如果好好用它 它会是个好事 那我们现在就打算好好用它一下 好我们做什么事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做这个 PTD 脉冲侦测电路 OK 脉冲侦测电路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电路 这里有一个clock 就是一个脉冲 就是一个方波 方波 方波不是0101这样交互吗 就是10mine的输入 其实 其实我们不能把它视为方波 但是它有 它有上升源有下降源 而且这上升源有一点 一点时间下降源有一点时间 但是现在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个上升下降的一点时间 而是说 当它每经过一个闸 它都会花一点时间 这应该合理 每经过一个闸 不管是and 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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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NAT杂的因为它被反向了 结果它这边还没降下去 它等到过一小段才会降下去 OK 那当这个过一小段才降下去的波呢 跑到这个NAND做输入的时候 跑到NAND做输入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边是很快就升起来 这边比较慢才下降下去 结果呢 这边会出现一个凹洞 会出现一个凹洞 因为这里是1了嘛 1进来的话 1进来的话 两个1会是1 但是呢 它一下降下去就变10了 10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凹洞 那又因为 因为它有延迟 所以这个 这个凹洞呢 就会有一小段时间 那这个凹洞 再经过我们再加一个NAT杂呢 它就被反向 就变成 正脉冲 那这个是负脉冲 那其实你要用正脉冲或负脉冲都可以 看你电路 需要的输入是正脉冲还是负脉冲 那这种有脉冲的东西 拿来做边缘触发 就会很好用 那传统上呢 我们会正反器的话还会需要用到master slave 就是主虫式的架构 但是有了脉冲的做法之后呢 我就不需要主虫式架构 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脉冲来对正反器做运作 ok 那就可以做出边缘出发正反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脉冲电路 下来我们有一个nut 然后呢 这个nclkd 这个是另外一条线 我们的输入是clk 输出是一个ppose 所以输入是clk这一条 输出是ppose 也就是这一条线 这一条有正脉冲的线 所以叫ppose 那我们 第一个杂呢 第一个杂 是输入clk 然后经过一个nut杂 经过一个反杂 也就是这一个杂 然后输出是nclkd 也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输出nclkd 好 接下来再把nclkd输入到name的杂 name的杂 然后这个clk同时也输入到name的杂 所以是clk nclkd 然后输出呢 是npose npose是负脉冲 负脉冲 也就是这一点 那接下来呢 这个负脉冲的输入呢 再输出 输入一个nut杂 就变成正脉冲 就是从npose 输入之后呢 输出ppose 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pose pose detection 的 就是脉冲侦测的一个原件 那这种脉冲侦测原件 在这种记忆型电路上面会很好用 因为它可以让 让这种脉冲来控制说 什么时候 可以接受输入 什么时候不行 好 那我们就写一个主程式来测试这个脉冲电路 那请注意这里 我们都加上了2 这个2代表说 杂的延迟 所以not杂呢 延迟2耐秒 nand杂也延迟2耐秒 这个not杂也延迟2耐秒 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延迟2耐秒之后 跑到这里来 这里没有延迟 但是经过这里延迟2耐秒 OK 所以这里延迟了2加2是4 再加这个2是6 这里延迟了2加2只有4而已 OK 好 那我们就宣告一个PTD 然后呢 宣告Clark和它的输出 正脉冲输出 然后我们就用Monitor来把它输出一下 然后这里有加几个指令 这些指令呢 是做什么用的呢 DumpFile 它把我们的这一个波形的输入输出的这些波形 里面的变数 全部都输出到这个PTD.VCD 这个档案里面 那输出之后要干嘛呢 iColors里面其实有附一个波形显示器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拉到那个波形显示器 我们就可以看波形输出了 那如果你曾经用过Aterra的那个Quartus 2 它们也有类似的波形显示器可以用 但是iColors的波形显示器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用的 而且它很快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这是每10奈秒我把Clark反向 所以它的一个波应该是20奈秒 因为上去一次下来一次 20奈秒 那到100奈秒的时候我们停 那我们执行编译这个程式 然后执行之后你会看到 OK 0奈秒的时候Clark是0 4奈秒的时候Clark是0 但是0奈秒的时候输出是Z 就是高阻抗 但是4奈秒的时候输出已经是0 10奈秒的时候输入是1 输出还是0 但是到14奈秒输入是1 输出是1 也就是说代表这个Pose其实有点延迟 而且它是一个脉冲侦测的 你从这里其实看不太出来 到底它在干嘛 因为这种波形的东西还是看图比较好看 我们看一下图 你会了解 我的输入是这个Clark 每隔10奈秒吧 每隔10奈秒会反向 所以每隔10奈秒会反向一次 这是输入的Clark 那输出的Pose会是这个样子 你看到这里多了一个脉冲 OK 这里又多了一个脉冲 也就是说呢 你这里每次上升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很短的脉冲输出 OK 很短的脉冲输出 那这种很短的脉冲输出 就可以用来做边缘触发的动作 那什么叫边缘触发 我们待会就会用像这样子的电路 然后呢加上ptd去做控制 那可以让它只有在这个脉冲边缘的时候才会做改变 那我们先把这个脉冲侦测电路执行一遍 脉冲侦测电路执行一遍 我们的名字就设成叫ptd就可以了 ptd.v 那点v是Vlog的副档名 然后呢 我们把它 哎哟 这个 好存一下 然后我们用 ivlogptd ptd.v 这样子它会把东西输出到ptd上面 我们用vvp可以去跑这一个程式 跑的结果你会看到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不是很了解 可是你会看到说 OK我们这里有一个ptd.vcd跑出来 ptd.vcd跑出来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ptd.vgtk wave ptd.vgtk wave 这个东西 应该在你的iColors里面已经有了 我确定一下 是不是在我们的iColors里面已经有 在这个ivlog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bin里面 有一个ptd.vgtk wave 这个东西我把它传送到桌面做捷径 好 OK 点两下 这个gtk wave 会跑出来 好 跑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刚刚产生出来的那一个波形档给拉进去 好 拉进去之后你会看到没有东西啊 对 没有东西 但是你把这个main这边点一下 因为你的主程式叫main main这个点一下 选这个ptd 它会有它的输入输出 你把这个东西呢 拉过来 等一下 这个东西 咦 咦 这是 是insert 哦 对 要选这个insert 那这是clock 这是mine 那个时mine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选npulse 把insert 你可以看到 啊 这一个npulse 在这个每次时mine 往上拉之后 它一小段时间就会往下降 OK 好 那我们选这个pulse 好 这个往下降之后呢 在一小段时间它就会往上升 也就是说 因为你每经过一个闸都会延迟一点时间 所以你的这种脉冲最后会 比起你的这正边缘拉起来的地方 还要延迟个几耐秒 OK 才会拉上来 好 那这个就是脉冲侦测电路 可以把你的输入 转成正脉冲的波形 好 那这种正脉冲的波形 可以用来做边缘触发的侦测 那各位应该学过边缘触发正反器 好 那待会我们就会用这个来建一下边缘触发正反器 那请各位去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刚刚的这一个 这一个ptd的这个程式 顺便对照我们上面画的这个脉冲侦测电路的这个图 去看 然后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好 那我们因为下课时间到 我们就下课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